最近呢我又从淘宝上买了一些给娃拍照用的不仅用的道具什么的 我挑选的这些道具呢基本上是要有几个原则 第一是好收纳 第二是它不太占空间 第三是它在我家能找到除了拍照以外的第二个用途 所以呢今天推荐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平价 然后在家里能用的东西 首先是这家店铺 它叫竹鸣堂 他们家卖的都是一些茶具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适合用来给娃拍照的 尤其是古风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茶席吧应该讲 它是一个竹质的竹编的茶席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浅色的 它还有一款是深色的 他们家的这个茶席是可以自由裁切的 就是它这里不是一个一个的小竹子嘛 然后你可以直接拿刀这样滑下来就可以了 我买的是30厘米宽 然后他们家因为自由裁切 所以它接受1厘米为单位去裁切 这个30厘米宽的 这个30厘米宽的竹形 1厘米是两毛钱 我买的是差不多1米的长度 它这个裁切完以后呢 要在这些地方点上一些AA胶 或者是那种超级胶什么的 强力胶什么的 不然它这个地方会散掉 它要是平时不用的话 其实也可以放在桌子上做桌垫用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 这个就是一个竹质的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杯垫 它也是竹编的 也是浅色的 然后我买这个是大号 它还有个小号 这个大号它的长度是10厘米 然后宽大约是1厘米多吧 然后它如果给我要做那种 就是放茶壶的小盘子 还是挺合适的 它小的那一款呢 是7厘米左右的长度 他们家的这个杯垫 还有很多款式 都挺好看的 也很适合用来拍照 然后另外一样东西 它是一个叫纸尖茶壶 它非常非常的小 也真的是可以用来泡茶用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一个深棕色 是这样子的一个小茶壶 它是这个地方是能打开的 也能倒水 它这个长度是5.50 这茶壶其实非常适合 三分或者是输用都可以 它还有一个是紫砂茶壶的那种颜色 然后有好几款 我买这个款式是棕黑色的西施壶 它才8块钱 然后配合刚才的这个杯垫 它放上去就是这样子的小箔 我们先按着 接下来这个就是我最期待收获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屏风 非常的大 它是70厘米 它是一个屏风 我设计的是 这里是四扇 然后两种板型的 一个是中间有个洞的 一个是没有洞的 然后这个屏风 当时设计的时候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角 就是可以插进去 然后能把这个屏风给立起来 像这样 其实还有这种方法就是 在这个两扇屏风的中间 向上荷叶的话 它就可以就是这样子扇形打开 由于当时的设计出现了错误 这个是它这个圆圈的大小的 脱下来的板 然后当时设计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是可以让我这样替换上去的 但是这个尺寸我没有搞好 然后就变了 它这个圈是比这个里面的内环 小了一号 所以它就变成很松动的样子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大不了我就把它贴在原本的这块木板上 然后再贴上去 它就有一个立体的效果嘛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是当时的设计有物啊 顶着这个不想浪费的原则 然后我在那个 我在模板上 然后又画了四个这个模板 然后就是用来做工灯的 这个大小 这个大约是20厘米的高度嘛 其实呢 看之后会不会把它上漆吧 因为它这家工厂 它的工艺我觉得还可以吧 它其实也是有一点那个激光烧焦一点点的痕迹 但是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范围以内 它也没有特别黑 屏风以及工灯之后可能会 如果喜欢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那个硫酸纸或者是布 那个狐一层那个布或者那个硫酸纸 这样子后面放灯也比较好看嘛